你好欢迎收看9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秦燕如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府委托社团法人 花莲县牛黎社区交流协会 办理110年度性别暴力出及预防社区赔利计划 并且在县府大礼堂举办花莲县社区防暴宣传讲师赔利营 县长在社会处长赔同向清零现场 期许赔利在地性别暴力预防人才 为花莲知己安全的社区防护网 花莲县府委托社团法人 花莲县牛黎社区交流协会办理110年度 性别暴力出及预防社区赔利计划 在县府大礼堂举办 花莲县社区防暴宣讲师赔利营 这次课程特别邀请身跟花莲县社区 与部落家庭的东华大学社工系 社团法人老人及家庭协会 以及力行基金会等专业领域 督导一线辐射工人员 现在许多表示这两年来的疫情严峻之下 生活形态剧烈改变 因为生活经济压力 对疫情的不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内的摩擦冲击力是相当的高 社区性别暴力预防工作的推动 显得格外重要 社区力量更是其中不可获取的一环 在第一次我们在第一次被暴力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应 怎么样去意识 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施暴者 还有受暴者两方 去做心灵上的意志 之后惯性以后 我们该怎么样自保 以及还是要对于施暴者 给予他关怀 还有让他不断的转换 我想这个工程很大 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尝试和观念 因为在隐约之中 或许我们一句话 就可以在因缘际会时空最适当的时候 你那一句话 可能就挽救了他 所以我想福音是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的口中 在我们沿地举一动生活当中 所以不要忘记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 去鼓舞人 去给大家很多的希望和盼望 而且我想温柔 还感受到你的爱 你的力量和浮现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再一次感谢无论是我们的老师 或者是社区里的努力 很多社区都成为我们 这个家报的这个种子 老师 然后去去很多很多的社区来做 我想 大家手把手一起来 我们把网织的密密麻麻 那是很重要啊 社区组长陈瑞福表示 希望透过培训 因扎根 以及培力 在地性别暴力 初级 以及预防人力 将只是带止爱精神 带入社区 建构绵密的安全保护网 所顾各个社区 以及部落 以及家庭社区为基础 不止社区中的每一个个体 让前段预防更落实 扎根花莲社区的保护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